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接触长者 这些长者最起码都有65岁以上 得到社会这么多补助和福利 他们非常珍惜心的每一天 这些长者对这次的暴乱是非常反感 甚至非常愤怒 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 他们一生中从来没看过这种 会把它敲掉玻璃 打人 然后甚至是丢一些东西到轻轨上 或者铁路上 或者是进行纵活 完全可以致命的这种行为 他们有些活到100岁 他们都没见过这种场面 对 就是对于这种暴力 他们非常的担忧 也非常的愤慨 那也很当心 他们接下去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他们每个月都享受有 一万多两万块钱的福利 那这种是他们觉得 他们是觉得他们年轻的时候 创造出来的这种东西 现在享有这种东西 他怕他们当心未来会被这破坏 那最主要就是 这个怎么样更好的 更快的平息 这个他们也是当心的问题 有时候看报纸 或者说看电视看到这些东西 都是很动容 很气 甚至 讲得难听的也都讲出口 骂这些暴徒 甚至有些觉得会 有种情绪化 为什么我们这个 国家没去管 香港政府管不了 为什么我们国家不来管 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在里面 过去这个几个月来暴力行为 和这种 这种不顾他人的言论自由 也不顾他人的民主 也不顾这个香港的法治 也不顾这个他人的安危 也这种这种自私自利的 所谓的什么民主和自由 现在还是在暴力 甚至有些还是更极端 这种年轻人要有这种 真正的法治精神 自由是建立在法治底下 才有自由的 就像红灯和绿灯一样的关系 没有红灯 就不可能有绿灯 自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由 不可能说 由他什么 你有完全自由 不能影响了其他人自由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年轻人 我在成大的时候 都提到六个字 就是说 一个字是这个 要有诚信 做人要有诚信 第二是坚持 第三是学习 就是持续性学习 那我跟他们 这个讲的 诚信是把第一位的 如果说你蒙着这个面 我是觉得没诚信 你就跟人家是一种 就像是一种 我可以拿来的 我可以拿来的